如今CBA球员的薪水水涨船高,本土球员百万年薪比比皆是,万元年薪百万美元已成标配,而在教练层面,高薪同样不在少数。 本土主帅方面,李秋平的三百万和李春江的二百万已经是顶薪,但在中国蓝坛时上,他们都排不进前五。 下面,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,中国蓝坛主帅五大高薪,五,尤纳斯五十万美元。 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,欧洲凯撒尤纳斯成为中国蓝蓝主帅,当时他的年薪为五十万美元,以他的资历,这样的年薪并不算贵, 而且在他执教期间,中国蓝蓝逐渐走向巅峰。 2006年是锦赛,中国蓝蓝杀进十六强,2008年奥运会,中国蓝蓝打进八强,虽然由纳斯保受争议,但至少他的带队成绩,还是能够令人满意的。 他也完全对得起他的年薪。 4.邓华得七十万美元,一一到一二赛季,新疆南蓝聘请邓华得为球队新帅,年薪达到七十万美元,以及还有三十万美元的夺冠奖金。 当时的邓华得可谓风头正进,率领中国蓝蓝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冠军,是锦赛杀进十六强。 然而,他却令新疆南蓝失望了,直较十一场比赛后,战绩为七胜四负,还传出他叫做米尔斯炸赏。 最终新疆南蓝无奈也顾邓华得,他直较十一场拿到了七十万美元。 3.尤纳斯八十万欧元 2013年1月,尤纳斯重回中国,加盟广东南蓝,担任执行主帅,自从他接手球。 最后,广东南蓝只输了一场球,率队打进季后赛,横扫山东南蓝重夺总冠军,成为第一个拿到CBA总冠军的外籍教练。 也正因为如此,广东南蓝与尤纳斯续约两年,年薪达到二十万欧元。 然而,在接下来的一三到一四赛季,广东南蓝半决赛被北京南蓝淘汰,尤纳斯也宣告下课。 2.邓华得一百二十万美元 2010年5月,邓华得接替郭世强,成为中国南蓝新帅。 当时他的合同为七三年,年薪达到一百二十万美元。 虽然鸡汤主帅邓华得饱受诟病,但他的成绩还是无可挑剔的。 上任后第一次大考,邓华得就帅队闯进了世锦在十六强。 接下来的亚乐会,他再次帅队夺冠。 2011年亚锦赛,邓华得率领中国南蓝夺冠,拿到直同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。 然而,中国南蓝在伦敦奥运,遭遇连续五场惨败。 邓华得爱然下课。 1.杨纳基斯一百二十万欧元 2013年4月27日,世界名帅杨纳基斯,成为中国南蓝新帅,年薪达到一百二十万欧元。 这也是中国南蓝史上的主帅第一高新。 然而,这位世界名帅也没能拯救当时病入膏肓的中国南蓝。 在他上任后的第一届大赛,中国南蓝就遭遇了滑铁卢,制造了马尼拉惨案。 只获得第五名无缘2014年世界杯亚锦赛之后,杨纳基斯与中国南蓝不欢而散,甚至还出现了握手门世界。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,中国南蓝结束了洋物运动,选择土帅之教。